哈喽 想说宝宝们 小刘又来啦 我呢 最近在那个 在忙着工作嘛 然后练习之类的 所以呢 最近就是 状态 皮肤状态 就是有一点点小问题 因为其实像我们 这个年龄段的 就特别喜欢 就是熬夜呀 然后饮食不规律呀 或者是 像我的话 我虽然是个广东人吧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辣 然后呢 就是皮肤就是久而久之 就是会 导致缺氧的一个状态 然后秋天了嘛 然后如果入冬的话 皮肤就是 也会特别干燥 因为我就是干性皮 所以呢 我 就是想给大家 介绍一下我 最近就是在用的 一个特别好 用的时候就 特别有效果的 一个护肤品 就是我最近 皮肤状态的救星 IPSA的地主 带NE自律乳 你看我现在就是用的是 嗯 已经第二瓶了 然后第二瓶 已经用完一半了 对 然后我用完之后呢 觉得好用 然后就是想给大家 推荐一下这个 就是我有 跟我一样状态的 就是可以试一下 这个乳液 这个乳液就是 针对皮肤缺氧问题 就像我们 身体需要运动 来补充养氧分 一样的保密 来让肌肤充满氧气 然后从耳处进 自律乳态 让皮肤变得更饱满 更有光泽 而且这个第九代 ME自律乳呢 它有一个特别地方 就是它可以 跟着你的肌肤状态 去选不同的型号 它一共有12瓶 像我的话呢 干性皮肤 我用的话 我要用这个7号 对 因为它7号的话 就是针对 呃 干性皮肤去用的 然后像我的话呢 平时用 会就是 嗯 用化妆棉 然后挤三缝 一二三 就这样 轻轻的脸上这样推开 推开 而且它这个就是 虽然是乳液状态吧 但是它一点都不油力 特别特别的清爽 然后你这样 就是你摸它的话 它就是 一点那种 腻腻的感觉都没有 就是特别容易吸收 然后就一下子 就感觉肌肤就是充满了水分 因为我 其实到冬天的时候 就是脸真的会 绷住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紧动 但是我每天晚上用完之后 就感觉就是 就是皮肤状态 特别特别的水润 然后也一点都不紧动 特别是一点都不油腻 而且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可以改善那个 蜡黄的问题 因为其实像我们 经常熬夜的话 脸就是 其实是特别容易落晃的 而且用完之后 就是脸也特别的有光子 而且我是用完一瓶半之后 觉得 嗯 还挺有效果的 就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才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了 然后下次 还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才跟大家分享啊 所以呢 我要去 呃 睡觉啦 拜拜 下期见 小红书 喜欢开ен